現在示範簡單染色法比較正規的做法 剛才的方法是阿元的塑成法 一樣我們使用的是混合的菌液 把它入個燒紅 我們這時候可以一次取三個 跟大家解釋一下這怎麼進行 剛才沒有降溫就下去了 好 下去 把它塗開 或者做一個也可以 把它塗開呢 讓它自然風乾 讓它自然風乾 那我們就拿已經風乾的樣本來進行解說 這個是已經風乾的 那風乾的時候每一組都發給一個夾子 這時候用夾子夾住我們的樣品 過火熱固定 這是我們維生物前面張姐有提到的 這樣子順便殺死維生物 阿元經驗上 這樣子過去三次 就可以了 那小心這邊是木頭的 不要被酒精燈燒到 那曾經也有學生比較頑皮的 或者沒有注意到 一直在 撥片在火上面烤 烤到最後裂掉了 那讓它冷卻之後呢 就可以 可以 來加 我們的燃料 燃料 我們可以選擇紫色的 或者選擇 我們的壓甲吸激燃 各位可以試試看 我們有三個樣本可以給大家玩 可以試試看 現在假設以紫色的為準的時候 不用多 就滴下去 然後請記得不要接觸到 以免 倒抽回來 好這時候按碼表 計時一分鐘 那我們從旁邊的樣品來直接看 這個已經 時間到的 我們就使用夾子 用我們的 接下來把它沖掉 溫和沖就好 好這時候會看到 這樣一個畫面 這樣一個畫面 發現這鏡頭 比較不容易呈現 那其實在現場其實看得很清楚 我這樣擋一下 好有沒有看到 有一點點的藍色底色 這代表已經染色成功 這邊不用擔心 阿遠的經驗是 你在 塗微生物的料的時候 你覺得太多了 就是一定過多 你覺得剛好 就是太多 你覺得不夠 那就是剛好 好那接下來 我們每一組都會有擦手指 可以把它們壓乾 壓乾之後呢 壓乾之後的撥片 我們稍後就可以用 顯微鏡 甚至用油鏡做觀察